阿提斯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是2019年款 就是今年最新款 應該算是11.5代 如果以今年2019年最新款的 已經改到了12代 12代的底盤都是TNGA的系統 跟11.5代的底盤是不一樣的 那這款車是阿提斯11.5代的X版 X版的話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它有大包 它有很漂亮的大包 尾燈的形式也不一樣 還有很多內裝的氛圍也都不同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K字的17寸點名比比較低的一個規格 那也就是說它的底盤 其實已經比一般的版本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今天的車友的需求呢 它是需要比較熱血一點的 所以它安裝的版本是KD的經濟版本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話原產已經拆下來 我們今天介紹的方式會比較不一樣一點 因為阿提斯據我所知 很多的車友都是第一次參與改裝 或者是自己第一部車款 所以對這些改裝的一些細節 也許可能不太了解 那經理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需要改裝避震器 比如說它原廠的車高 其實後方的車高 輪胎的上緣距離S版的話 大概是75-85mm左右 車高的話是相當的高 那在操控上的穩定度的話 11代它的底盤還是以舒適度為比較導向的一個設定 跟12代的DNG的底盤是有點落差 那11代、11.5代的話 其實只要針對輪胎、鋁圈 還有避震器跟煞車做一個基礎的提升的話 整體操控就會好很多 那今天來改裝的版本是KD的經濟版本 所以在操控上的設定會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原廠塞下來的懸吊系統 那在這個世代的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都還是做成一體式的拖一D系統 如果12代的話TNGA已經變成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一個結構 所以11代跟12代最大的底盤差異呢 應該是在後方的懸吊 那以今天的11.5代來說的話 前方還是一樣是一個賣化層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一個彈簧跟避震器黃圈的拖一D系統 那在11.5代的話它的避震器部分的上座 這個上座 它的螺絲是比較粗的 跟11代的話不太一樣 這個是KD連這些細節的話都有特別注意到 所以很多車友會詢問說 那11代跟11.5代的避震器有沒有共用 那其實是這顆螺絲不同而已 其他的話都一樣 那以KD來說的話 改裝不論是道路版或者是競技版的 Artist的車款 以11.5代來說 它的前面上座還有後面呢 我們都有顧 那當然這台車11.5代 2019年款的車輛還超新的 車主才使用了6000多公里 這個避震器的狀況都還非常非常的好 那也許有可能車友 譬如說是9代啦 或者是10代 車領也許有可能超過8年10年以上 那再來改裝KD的產品的時候 那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也許有可能這個原廠上座 拆下來的時候已經快壞掉了 那再沿用到KD的避震器上面的話 一裝上去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很難了解到是KD的避震器有問題 或者是原來沿用的那一個 拆下來的上座有問題 所以改裝KD的產品的話 就不用煩惱這樣問題 因為KD這些上座 前面跟後面我們都有附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技師呢在拆裝的時候 如果要把這個上座拆下來 他需要做一個彈簧壓縮的動作 他要把上座拆下來 那像上座再拆下來沿用的過程當中 很有可能會有一個安裝上 步驟上順序上的錯誤 造成日後的上座 壽命比較縮短 或者是組裝沒有順序不對的時候 會有一個異音的問題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對技師來說就一定程度的一個技術門檻在 所以像這個上座其實沿用這個還好啦 如果像是六代五代的 Camry 它的上座要沿用的話 包含前面跟後面都有特殊的方向性 那個就會有特別的一個安裝的技術門檻 所以改裝KD的話 不論你的車款新舊 在安裝Artist這方面的話 對我們車友來說很有保障 那對技師來說的話 安裝上也會很便利 那改裝為什麼 剛剛再回到剛剛的問題 這台車很多的車友都是第一次開車的車友 那這部車的話 基本上它的駕駛起來的感覺是比較舒適的 那改裝了KD之後 除了車高能夠降低 KD的產品軟硬一點都能調整 能夠調整到比較符合車友的需求 一個可以客製化的設定 那今天的競技版本的避震性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好了 後方的話 正常的話 如果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才只有五公斤 就是彈簧的長度比較長 而且它的公斤數的話比較低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今天這部車呢 我們配置的是競技的版本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是七公斤 它的彈簧長度也比較短一點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車底的一個介紹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避震器 上座的話 KD的話就有負能 車高的調整 剛剛經理有提到過了 它的車高是能調整的 車高的調整是靠 角座下方一個藍色這個角座 我們把角座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如果把這個整體的長度變短 它的車高的話就變低 所以後方跟前面呢 都是高低能調整的 這是後方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主尼調整的部分 這台車也還蠻便利的 它的主尼是在後座的後方 我們先把後座打開 這台車是X版的 如果可以看到這個車裡面都還有一些飾條呢 能夠增加一個運動的風格 後方的它的這個後座往前傾倒之後 這個濕蓋在這裡的話會有一個塑膠扣具 塑膠扣具拉開之後 我們這個飾板往內側掀 就可以看得到冰震器的上部結構了 所以在上部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KT會放一個旋鈕 我們往H的方向 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它有一格一格的卡卡卡的一個手感 所以往順時針就變硬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很寬裕的一個調整區間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自行來調整軟硬的部分 那調整的秘訣就是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軟硬度一定要一致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一般來說道路的版本 道路的版本 前面的話道路版我們是配置7公斤 經濟版的話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 它的過彎時候的因為彈簧公斤數變高 所以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呢 就會公斤數因為公斤數的高 然後側傾幅度就會變少 可是相對的如果要比較舒適的車友的話 還是會建議以道路版本為取向為選擇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 這台車還蠻簡單的啦 就是我們把這個濕蓋呢 稍微往上扳之後 手指頭就伸得進去了 一樣是往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齁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的阻磨質 所以artist來說還蠻方便齁 那KT剛剛提到的就是有不上座嘛 那這個下角座的部分 譬如說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調序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那這些有一些後方的話 這個是離載算 離載算的功能 就是它是跟防清桿做連接的 所以它的一些固定點的話 都是跟原廠一樣 這個彈簧的話 競技版本所以我們配是8公斤嘛 那今天的車高是前面是預計30幅 後面的話是兩指半 因為這台車有大包 所以一般來說也不太建議說降到太低 除非是改裝氣壓式的避震器 氣壓式的話就可以自己有一個遙控器 隨時升降車高 那KT的話也有氣壓式的避震器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做試乘 如果車友們也要試乘 氣壓式避震器的話也很歡迎來KT試乘看看 這個的話前面是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的車高調整 是靠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往逆時針懸鬆之後 它就能夠調整長短 調長的話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樣的調整車高的方式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讓它去變高的 所以它是靠筒針的長短來調整車高 所以不論你調高或是調低 它的整體的乘坐感覺都是差不了多少 那在KT用料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最值得縮嘴的地方 像KT用的主民友 我們用的主民友用得很棒 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IP主民友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品牌知名度高 所以它的穩定度也都相當不錯 像是如果有比較熱血的車友 是有騎重機的話 在意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叫Abrilia 它的前叉跟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指定用意大利IP的主民友 那阿提斯的車友 相信很多的車友都是很推崇日本Tim的品牌 像日本Tim的品牌 它所使用的油封的話 就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封 那這個品牌叫做NOK NOK的油封算是日本做油封裡面 密封界裡面的龍頭 所以Tim的話也選用那個品牌 那KT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油封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品牌都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回遊他廠來做代工 所以避震器的話 即便用那麼好的油封 那麼好的主民友 那麼好的零配件 可是它用久了之後 還是會衰退 還是會裂化 所以這個如果有任何零件有異常的話 都是可以單換的 而且KT都是有保固的 像是主民友也許用了大概五年六年之後 主民友開始裂化了 那都可以回遊園廠 再來重新組裝 就是罐裡面的油封 罐裡面的油 罐裡面的油 燈罐裡面耗彩油封之類的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維修的 那KT本身的話 在台灣 北部 中部還有南部的話 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如果車友們對選擇 BG沒有一個概念的話 很歡迎先來KT試乘看看 那覺得產品有滿意之後 再來考慮就好了 因為BG一出北方也不少錢 萬一換了之後 不是自己喜歡的產品 那就多浪費這筆費用 所以很希望車友們 也很歡迎大家來試乘看看 好 以上是今天 Artist 11.5代的一個直播分享 好 有問題啊 有問題 Arina 這個是 這個張貼紙要跟車友們 來介紹一下 那這個是 我們 彎道小魔女粉絲團的一個 特專屬的貼紙 Arina 銀卡 這個 Arina的話 她本身 自己也是使用KT的產品 如果 有關注到 Arina的一個 YouTube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一位 最近的話 還滿 人氣還滿夯的喔 好 以上是今天 經理介紹 Artist 11.5代的一個直播分享 很歡迎大家 來試乘 或者是你有 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